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月8日的报道车,就在当天莫兹克的谢列梅杰沃机场,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 当日一名隶属于美方CIA的特工,在入境时,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现身份并扣押。 在美俄关系如此紧张的时刻,出现了这种事情,自然引起了莫兹克方面的强烈怀疑。 联邦安全局,当即下令,将此人押送到卢比扬卡进一步审理。 如果此人身上携带了任何对俄罗斯方面不利的情报的话,他将毫不意外地面临牢狱之灾。 不过,卢比扬卡的特工们,对他进行了进一步审理之后却惊讶地发现,此人竟然是个世俗的正义特工。 俄罗斯特工们只搜出了一个他随身携带的黑皮箱,皮箱中除了有关打击ISIS的情报之外,并没有所谓美方特工的标配俄罗斯军事情报。 在检查完毕之后,联邦安全局高官下令立刻放行,并且破偏皇帝向对方道歉并赔偿损失,这放在过去,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 由于俄罗斯目前的主要精力,放在对付土耳其和伊德利普省的叛军身上,因此,并无暇顾及打击ISIS的事情。 住家在许利亚的俄军,如今主要部署在两个方向,第一是冲突频发的曼比基地区,过去库尔德人的聚集地,如今被许利亚军队接管,第二是伊德利普省外威,用来包围当地叛军武装,而且他们还要分出兵力对付北约在乌克兰、阿伦之海,以及波罗的海等方向上的挑衅,因此根本没。 有多余兵力,来打击化成为零的ISIS武装贯子。 在这种情况下,美方仍持续对ISIS打击,但倒是帮了俄国人的忙。 再者说俄罗斯自己同样承认,在打击ISIS问题上,与美方一直有合作和沟通,双方甚至共同执行过此类军事任务。 美方自从去年年底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以来,叙利亚北部的局势,就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。 不仅各方势力都希望填补美方人撤走之后留下的亏空,ISIS,甚至还有全土重来的可能性。 白宫方面一直希望身为北军盟友的土耳其,能够承担一些打击该组织的义务。 然而心怀鬼胎的埃尔多安,根本不想去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。 以色列和英尔巴更是指望不上,因此未来美方甚至有可能寄希望俄罗斯去出兵。 俄罗斯一些媒体已经给出积极回应,深称质押美方有足够诚意,带到俄军将判军收拾完,再去打ISIS,不是没有可能。 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